阿姆老师 这是个难题啊 首先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 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可能性不太大 因为我觉得如果好的感情应该 好 我特别理解这位女士啊 真的 一方面是想要从父母的照顾当中 去获得自己的内心的平衡 还有价值感的这种满足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自己单身了这么多年 你想您跟父母生活就七八年 可能自己单身比这时间还要长很多 那种无助感 没有人能够去帮助的那种感觉 好不容易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能够算情投意合的男士 所以这样的一个取舍 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男人 他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 是处在一个漂浮的状态 他说他二十年的单身 那么并且是在国内国外 这样平凡的跑 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 那这个背后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这二十年当中 他只需要为自己负责任 而不需要去承担更多的责任 代表着这二十年当中 他没有真真正正的去有机会 享受到家庭的 二人世界的那种温暖 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 六十岁的时候 终于有可以固定下来了的 这个状态的时候 他会去特别的去要享受那种 别人都曾经享受过 而他一直都没有的那种 二人世界的那种温暖 轻松 愉快 浪漫 他是要做这样的一个 生活的感受的 另外一个问题 对于这位先生 你有一个误区 也是很多朋友 都会有的一个误区 就是这个人如果特孝顺父母 他一定会对婚姻的爱人 也会特别的好 就是好孩子就等于好爱人 但其实这个等式是不成立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 你们二位就目前来看 我比较同意阿蒙老师的 那个判断 就是都没对上茬 就是您想要的是一个 能够爱你 支持你 帮助你 来去完成自己很多的 情感诉求的 这样的一位先生 而这位先生想要的是一个 浪漫的 温馨的 二人世界 更年轻化一点的人生 你们两个人要的人生 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样的一种 不一样的诉求下面 能不能有一个一样的生活 所以真的要好好想清楚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